王春宁就没有必要再兼任北京市委常委 这个不是一个对王春宁 或者是对张范迪 或者是对北京卫戏区的一个特别的异动 但是只是这个话题 我跟大家讲一讲卫戏区的 在中国军事政治上的一个重要性 讲白了一点 北京卫戏区就是防政变的 因为它有防政变的能力 所以习近平在最近几年 在军队里面在地方上进行这种 所谓的反腐抓人的工作的时候 就启用了自己在浙江最熟悉的几个军人 来管理来指挥北京卫戏区 司令员就是他的军队的小兄弟 王春宁 政委就是江颖 那么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慢慢习近平心情似乎有点稳定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 江颖就离开了北京卫戏区 张范迪就成为了这个政务 在目前看起来 属于一个没有异样的一个职务调整 不是一个特别的情况 那么这是摇一摇 今天摇了第一个 摇一摇 摇第二个 美国的三大电视网 这个全国广播公司 ABC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国家广播公司 NBC 那么三大电视网 在过去几天 美国的政治 这个生活中间 人们的新闻资讯中间 那扮演绝对的 主导性的角色 但是现在的时代 出现了 这个有限电视 出现了视频媒体 那么这三大电视网 就是地位有所下降 尤其NBC 精英不善 有很多问题 CBS也一样的 ABC也一样的 三大电视网 日子都不好过 CN的日子也不好过 连福克斯的日子不好过 但是这些媒体 仍然是扮演了 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角色 严肃认证 严肃认证 还是有一些 记者在很努力地追查真相 那么最新的一个追查真相 NBC的一篇调查报告 涉及到这一次公共卫生事件 公共卫生事件 主要是他们通过 一个民营的 民间的这样一个数据 监视系统 了解到 去年10月份 有一段时间 10月份有一段时间 那么武汉病毒研究所 没有移动信号出现 没有移动信号出现 也就是那一段时间 这个病毒研究所 有一个异样 没有在进行正常认阻 没有在进行正常认阻 这个新闻的报道 新闻的报道 是我们能够 请早 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这个情况 可以说大大的提供了一个 我们可以讨论的信息 不是笼统的 不是含糊的 不是不确定的一些 阴谋论的一个待见 不是夸张的 我们知道 不管美国政府是什么样的目的 川普总统个人有什么动机 这个蓬佩奥国务卿有什么动机 但是让武汉这个事情的真相浮出水面 让大家了解更多的这个真相 是我们都应该乐观其成 都应该去推动这个真相服辱的这么一个努力 都应该去推动它 那么只有了解真相 不仅是可以有正义 更重要的是 为我们的下一次可能产生的类似的危机 来找到一些经济教训 也为现在仍然在流行的这个事情 找到了一些科学的医治 帮助建立更好的公共卫生系统 所以我这种长期希望推动 中国接受世界科学家的调查 成为我的一个一只鼓吹的一个论调 但是这个论调受到这个 来自于一些莫名人士的这种攻击 说我怎么怎么样 挺美国 怎么样怎么样 我生活在美国 我当然非常希望美国是强大的 而且美国能够在国际社会里面 扮演这个非常有利的 有价值的作用 这个是我公开的 我不需要隐瞒我的这个推动力 而且我认为只有美国 才可能呢 可以推动国际事务的很多的这个进化 那么我认为追求真相这个事情 不仅是中国人的真相 是全世界的这个真相 有了这个真相 很多事情才可能展开 但是在推动这个真相的追求的过程中间 我们的调查 我们的这个素质 我们的各种势力 是要非常严肃的 不能有这个想当然 不能有发挥自己的一个情绪 发泄自己的情绪 那么一个简单 如果那样的话 只会把真理分析得越来越不清楚 所以在姚里 阴茂论和真相之间 我原理是努力让自己推向一个真相 而不是按照自己的逻辑 自己的情绪 或者自己的一些价值观 来把这个事情变成了一笔糊涂账 早几天 我们比较清晰的讨论了 川普说他看到了什么政治 蓬佩奥的巨量的政治 这个 澳大利亚的 每日电信报所披露的情况 一个一个我们展开了 进行了分析 但是大家都知道了 最终的结果是怎么样 人们是不是通过了 我们的这种分析 找到了更清晰的这种思路 或者说呢 展开了我们更多的思路 而不使得收集一个报道 比如说有这个澳大利亚的每日电信报 你就相信它了 后来你就很快发现 澳大利亚新闻承报 和英国卫报 和后来德国的媒体 质疑了每日电信的报道 这是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 大家可以进行比较 然后可以选择你相信哪一家媒体 我在这里讲这个事情 也是一样的 NBC的这个调查 是非常好的一个动作 把事情变得更加具体 更加严肃 更加认真 但是我们也不要被NBC的这种调查报告 轻雷一举 就确定了 因为这个报告 在NBC的报道里面也讲了 美国的情报界 对这个事情并没有认定 也并不一定 跟这个病毒 你就所说出现的 这个邪漏 有关系 对吧 川普总统最近几天 也在这方面呢 变得比较的冷静 柔和 他说这不是呢 这个中国有一张作 是中国没有能力 处理好这个事情 我认为这个报道 这种说法 就比之前的那种 有证据这种说法 就变得更加 这个 更加符合 他所了解的这个事实 也更加符合我们 严肃的捷径 这个真相 武汉病毒研究所 在10月份的时候 出现这个 一段时间的 这个电话的停止 有两种情况 或者有三种情况 那么一种情况 像NBC所推理的这样 是这个病毒研究所 出现的异样 但是这个异样 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出来 跟病毒有没有必然关系 没有 那么如果没有证据显示出来 那么这只是一种现象 而这种现象 恰恰的就可能会推去 第二种可能性 第二种可能性就是 10月份的时候 正好是 9000多命 来自于全世界 100多国家的 这个运动员 在这个 在这个 这个 武汉开运动会 那么我们知道 中国人不太像外国人 外国的 尤其是外国的西方政府 比较像纽约 你整天都是有各种各样的 国际合同在纽约进行 那么警察可能在某个区域 范围之内 就维护你这个国际合同的进行 但是整体的城市 不会受这个东西的影响 照样 你该干嘛干嘛 所以每一年9月份 开一个全世界 100多个国家里的领导人 都要来的一个联合国大会 那么除了曼罕登的人 感觉到交通 引起了一些 那整体来讲 没有什么他才的辩论 这就是纽约的大气 中国人不太一样 你说在一个 这个杭州 开一个什么会 一个青岛 开一个什么会 一个辅助还是下面开个什么会 军军五国的会 把那个整个城市 搞成一个什么样子 那么一种紧张 那么一种 很长时间 人们的生活都要受这个影响 当然中国人说 我们借着机会 把城市给翻新一下 这是中国人的算盘 但是同样的算盘 我们可以推理到武汉 当时为了搞这个武汉运动会 虽然不像青岛和杭州 弄得这么大的动作 但是在当地的市民来讲 影响很大 当时本来还有一个会 要在城中